好那明杰事实上西太平洋 第一岛链的潜舰之战 确实也是一个长期的军备竞赛 对这个华尔街日报这篇专文 它的标题看起来非常爽动 它讲说这个共军潜舰 被美军全面碾压的时代 即将结束 那乍看之下 似乎好像共军已经追上美军 但是其实你通编看下来 它的结论当然还是强调说 短期内其实这个中国是没有办法 在潜舰的技术上面超车美国 但是当然呼吁美国要加大 这一个潜舰的投资 包含像核攻击潜舰的 这个打造的数量 那也要增加 那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通篇来讲 基本上大概几个观察指标 第一个中间提到 刚刚有说这个共军一艘 这个新下水的核攻击潜舰 并没有讲到说是093改 或者是说更新的095 但是上面的推进系统 确实用这个泵喷推进系统 来取代传统的单轴企业螺旋 那这个泵喷推进系统 基本上它也不是什么新技术 基本上在英美化来讲 1980年代就已经出现 最早是英国特拉法加级 那基本上它原理我们大概讲一下 所谓的泵喷推进 它基本上英文大概翻过来 就是pump jet 那它就是说传统的单轴螺旋 螺旋讲的方式 它车页是这个裸露在外面 所以它在这一个推进过程中 当然相对来说碎流 造成的噪音 可能就会让潜舰被发射 发现的程度可能是升高 那现在用这个把整个 这个螺旋 它的推进系统 包覆在一个环形的这个导管里头 那等于说用这样的方式 第一个 它可以让这一个放射性的水流的噪音 被这个环形导管给挡住 第二个 透过这样的过程 它可以用比较低的转速 那这个产生比较高的 这样的推速 等于说速率也提升 但是同时又可以降低 这一个水下的噪音 那这一个技术 基本上我刚刚讲 1980年代 英国最先有 所以英国现在 不管是前卫级机敏级其实都是用 泵喷推进系统 那美国后来也开始改采 从海狼级就采取这一型的这个推进系统 后来到现在 威吉尼亚级也是 那俄罗斯当然也有研发类似 包含像它的KILO 这个基罗级的这个877改进型 也有这个所谓的泵喷推进系统 那共军算是第一次采用这样的系统 那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当然美方的评估是说 它这个共军过去潜舰 水下最为外界诟病就是好像敲锣打鼓一样 噪音非常大 很容易被这个反潜给这个发现 现在用这样的系统表示说 可能未来水下噪音平均 大概可以降低10到15分贝 如果以水下来讲 要降低10分贝 技术上已经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从这个指标 它认为说共军的潜舰 特别是静音能力是在提升的 那同时整个造舰能力 看起来也是美国现在的三倍 那过去来讲 还有包含像美国海军学院 有一篇报告中间也提到说 新型的这个核供给潜舰 基本上可能采用这个单一的高功率的 这个核反应度效率会更高 同时包含像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另外还有过去有传统的 这一个苏系二系 它的一个潜舰基本上是双船体 那美系欧系大概都是单船体 那双船体来讲 基本上舰艇的盾位比较大 但是内部的体积相对来讲比较小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未来它会采取这混合设计 那根本不要讲 可能可以容纳新的这个垂直发射系统 这些都可能有助于 共军潜舰性能的提升 那另外除了这个部分 水下战力双方在这个比拼 还有很重要 就是这次其实办席会 还有一个议题先前也被抛出来说 有可能在会中双方讨论 是不是人工智慧 AI 要禁止使用于包含像核武的控制 还有包含无人机 不过这是南华早报的说法 但是实际上目前来讲 至少事后曝光双方有触及到 AI的技术 但是有可能在核武上面是有共识 但是无人机的部分 我们先前就预料美方不可能同意 因为其实先前五角大厦不是才公布一项 这个新的叫做美军的复制者计划 也就是说在18到24个月以内 美国准备打造数千万计 以万计的这些无人载台 不只是从空中到海上 可能到水下都有 那这个主要用于这一个对中国的这个军力的威责 那我们先谈到说空中的部分 无人机XQ-58A 其实已经经过多方测试 已经纳入 AI的系统 可以自主作战 那水面上来讲 无人舰队 前一阵子我们才看到 不管是游击兵号 海列人号 才使进这个日本的横须赫港 跟日本在进行联合的军演 那水下还有包含像杀人金 先前波音 其实才对外公开一段影片 似乎讲到说 他的这个 AI 系统 其实已经可以让他在海上进行所谓的无人布雷 那无人还有包含像刚刚讲到 中共建制的水下大规模的监听系统 其实也可以透过无人的潜航器 进行这一个破坏 或这一个等于说干扰 那这种大规模的这个 AI 的系统 其实就是用于这个中国建制大规模的飞弹 或者是水面水下各方面战力的一个反制制道 所以换句话说 整体来讲 整个阁阻战略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抵消战略 所以这个习近平为什么在拜习会里面提到 没有所谓的攻台计划 其实我认为除了要阻止美国武装台湾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面来讲 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美军已经大规模的全面 强化第一岛链的防卫力量 让所谓的习近平过去的所谓攻台计划 其实已经难以实行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